美國跑到台灣來取的那本金書 好像叫做政治金 政治 政治 當然不是說他來就變這樣 可是時間也很巧 這個部長到台灣來之後 你突然間發現 川普總統在美國 針對他選情所做的 所說的 所罵的 都跟2020年1月的時候 1月之前 台灣在選總統的時候 一模模一樣樣 我不知道誰學誰 也許他教我們先做 先換他 他也在做 還是他看我們這樣做 五號連任 我也要這樣來 所以我們用了一張圖 這個取經 但師傅是誰 當然是總統 這個唐川普 師傅是總統 然後這個是部長 就是我們大師兄 武功最好 法律最高強 保護師傅到台灣來取經 來 我們就講這句話就好 你一定聽過 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然後你一定聽過 如果你把票投給誰誰誰誰 他會把高雄賣掉 他會把台灣賣掉 他會把中華民國賣掉 中華民國就變成中國大陸了 我們就沒有民主了 我們就沒有法治了 我們只剩共產了 只剩極權 只剩威權 有吧 你一定聽過吧 很熟吧 對 因為在2020選舉 甚至在2016選舉 2012選舉 2008選舉 那個時候的民進黨 都不停的這麼說 這麼說 這麼說 我從來沒有想到 一模一樣的話 居然可以在 美國要選總統的那個人 嘴巴聽見 川普總統 來 今日台灣 明日美國 看看台灣多可怕 他說 如果我在這場大選中落敗 各位注意 中國將會把持美國 大家就得去學說中文 一模一樣 只有我可以保衛美國 只有我可以捍衛民主 如果不投給我 投給他的話 他就會把美國 賣給中國大陸 是不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87%以上像 其實如果真的要 從那個選舉的謀略跟策略 以及激起大家反共 而把票投給我 難道你要投給他嗎 只有我才能反共的 那個套路來看的話 真的是複製我們2019 跟2020的選舉 一模一樣 從1月2號的習近平談話 到6月的反送中 一路以來是這樣 但我必須先講 我先跳到後面去講 今天是8月12號了 所以11月3號 只剩下短短三個月不到的時間 你說川普他真的會輸嗎 我昨天還在跟亮哥講 我不知道 我越來越覺得 我們這個禮拜六 還有一個高雄選舉 都不能講 民調不能講 美國可以講 反而不是我們 這些時間還沒到 美國的民調 現在川普還是落後拜登很多 真的 我是沒有特別看 對 但是以那樣落後來看的話 川普是必輸無疑 可是我怎麼就覺得 川普會輸嗎 我也一直打上問號 川普直接訴諸兩招 有人講那時候 馬英九油電雙掌就兩掌 川普也有兩掌 他的寒冰雙掌 他讓美國支持他的美國人 討厭中國 抖音就是要幹嘛 他弄你的資料 我把它關掉 微信不能用 他都會有資料 他告訴我這個我不知道怎麼 連電池拔掉還會持續的 發送訊息給中國 他說如果你手機上面裝了 TikTok或者是微信的話 就算你關機把電池拔 現在電池不能拔嘛 關機 他還是持續在發送訊號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這麼可怕 對 所以就不要 所以我要把它砍掉 然後最近的所有的這些 他的那個論點都是 去搜索 去幹嘛 另外一邊就是跟大家講 只有我 只有我才能夠防止 美國變成中國 他今天講更白了 可是他軟 他也有軟 你看前一陣子講 我可能覺得 或許總統不是我了 因為你們都喜歡拜登 那沒辦法 一方面要告訴你 如果你不想要學中文 其實他的家人有學中文 他那時候剛上任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做了多少新聞 什麼他孫女還唱 孫女還唱什麼中文歌 什麼新年快樂 你現在跟我講這個 川普是一開始讓大家 就覺得他連他 那個好像是伊凡卡的女兒 還是誰 對 伊凡卡 對 他一開始是學 所以我今天就這樣講 兩個未知 第一個 未知川普是否連任 你都以為看民調他不會贏 難講 第二個未知就是川普連任以後 還會不會繼續罵中國 也是未知 說不定他連任之後他開始 好朋友 對 伊凡卡女兒又來了 習主席好 現在還會唱主曲 也有可能 所以川普是多變的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包含剛剛我們談的 他派的 只是有一個意見就是說 阿札爾應該不會是孫悟空 那麼重要的人 真的嗎 沒有 我是說 他可能只是 你不要小心 天棚嗎 還是 不是 你說如果是 唐僧他方面大弟子 阿札爾會算 他是誰 阿札爾因為他的防疫 沒有做得很好 川普還一度說要把他FIRE 還怪人家是你的問題吧 總統 所以我就說 阿札爾應該不在川普團隊當中 佔那麼重要的地位 當然阿札爾那也是 要讓美國人覺得說 我們美國就是最強大的國家 中國滾開對不對 我們要跟他對抗 拜登沒辦法Sleepy Joe 他都在睡 所以我才可以 所以他現在用的這個套路是 跟我們的選舉辦 在台灣是有用的 因為大家會擔心 國民黨如果執政的話 是不是台灣會變香港 因為不想變成香港 所以就不投給國民黨 川普這樣做 美國人會不會買單我不知道 我記得我們節目曾經 也談論過紅脖子有沒有 就是美國南方的白人 他其實是很支持川普的 現在也動搖了 對 但是 就是看川普的本事 所以搞不好川普 根本不是唐僧 川普是孫悟空 他可以有72變 他可以把 變變變 整個逆局轉變以後 所以他贏的選舉 都說不定 也是有可能 但是這個真的讓我 我不曉得以前 有沒有美國總統這樣說過 要選總統的人 但這真是讓我非常吃驚 就是說美國是一個 這麼有自信的大國 他怎麼會說出說 如果怎麼樣 我們就變成中國了 這讓我非常吃驚 讓我有一點我 我不知道怎麼說 亮哥 這說這我真的 美國總統怎麼可以 這麼沒有志氣 是 我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事實上 事實上也不可能發生 美國這麼強大 中國會去拉比一些政治人物 這個有可能 你說要控制美國 變成中國 這實在是 因為台灣 憂慮被中國滲透影響 這比較合理 因為我們那麼小 美國那麼強大 拜託 他講那個就是 坦白講 這個其實讓剛剛 偽翰太低估川普了 川普在黑人抗議那陣子 民調曾經輸到14% 他最近的民調 大概平均3到7%左右 你說落後升到7% 對 怎麼經歷這個事情還回來 就是當然第一個原因是拜登 因為拜登是 美國有史以來最弱的候選人 所有的議題都是川普丟出來的 川普如果做得不好 他就失分 因為黑人抗議那時候 他做了很多錯的動作 所以他失分很大 可是後來他就慢慢有點穩住了 然後拜登撐不住那個盤你知道 比如說你贏到4% 領先的盤你撐不住 14%你居然撐不住 你要再拉大 對 結果被川普拉近 最近我認為未來還有好幾件事 對川普是有利的 所以真的不要低估他 第一個 他提這個黑人的副手 這個卡梅拉·哈里斯 這個人事實上 他有很多政見是滿激進的 比如說他要增股市稅 股市交易稅 這個華爾街 我看很多人大概會昏倒 然後他事實上也有一些言論 對在初選的時候 對拜登是很批評的 對 而且拜登很可能只做一任 太老了 因為他可能要避免一些質疑 有人就說你是身體有些狀況 因為美國有38%的人 相信他有失智症 這個是Rasmussen民調做的 他可能會慢慢被逼說他只做一任 因為他一任做完就82歲 對 賀錦麗現在只有55歲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會去聯想說 他是不是從2022年開始 就會慢慢掌權 這個合理的推測 民主黨裡面當然也有一些人會擔心 說賀錦麗這麼精明 這麼能幹的女人 讓她真的當到副總統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民主黨裡面 我認為還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第三個當然是最重要的 就是電視辯論有三場 我認為川普會大勝拜登 因為拜登反應 耍嘴皮子耍不過 不是耍嘴皮子而已 他就是講話的犀利程度 因為川普那個人 我舉例我是川普好了 我如果當場質疑 他兒子在北京賺錢 那個拜登要怎麼回答 因為他那個投資管理公司 他的兒子現在還掛董事 那個公司北京 投資了15億美金 那就趕快先查好川普 有沒有在大陸做事 沒有 可是就是沒有 他兒子就是真的有 這個事情民主黨的人 都覺得不可思議 說你怎麼還不趕快退 我認為他兒子 在今年1月2月的時候 一定認為他老爸絕對不會當選 因為那時候川普幾乎是很溫調 我知道怎麼回答 你就說那有什麼關係 習近平他女兒也在美國 就好了 可是你沒有賺美國的錢 人家可能是在捏心理學 你那個是擺明 我兒子在北京 他女兒在美國就交換 交換人質 我認為共和黨一定有蒐集 他兒子在烏克蘭 在中國賺錢的證據 這就是選戰資料先準備好了 美國的選舉有一個鐵律 所以老百姓都只記得 最後三個禮拜的事情 對 台灣也設計差不多 所以我跟你講他那個 出手的力道會越來越重 所以10月才是關鍵 你如果說你現在就被人家追到 只剩下3到7% 你現在沒有拉大的話就很危險 拜登真的很危險 而且他是從14%這樣追上來的 所以拜登實際上要很注意 而且我覺得賀錦麗現在出現之後 你就會對 很快的人家就會感受到 賀錦麗比拜登 強勢 強勢 優秀 講話銳利 To the point 那個對比性太明顯了 因為你就看那個初選的影帶 很明顯 非常明顯 而且賀錦麗是突然退出 初選 12月的時候突然退出 所以有人就說他們是不是喬好了 喬好了 同黨初選有什麼 賀錦麗罵拜登怎麼樣 賴清德當時怎麼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後面再說 來 第一個 拜登沒有蔡英文優秀 當然 當然 只是我們性別還顛倒了 來 今日台灣名字美國 連我們美國同亮哥 怎麼會講這種話 講這種話真的也是 就像你說的 他出的回憶越來越重 他出的回憶越來越重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其實全世界最擔心 或最懼怕的大陸 其實根本不是台灣 是美國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我們其實不怕他 我們很硬 我們很嗆 美國其實美國比較怕 所以從來都不是 我們拜託美國來保護我們 能避免中國大陸來打我們 從來都是美國拉著台灣說 走走走 我要打他 你跟我一起 所以他比我們害怕 這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否則今天他不會講這個話 全世界最怕中國大陸的 不是台灣 是美國 是我們以為很厲害的美國 他最怕中國大陸 講這個 我不是總統 我們大家都要講中文 那你的孫女早就被統一了 你的孫女早就中國化了 好